在台湾每次到了选举 到处都是败票拼选战的声音 但是最近台湾经济不景气 政治不安定 很多人都说是因为蓝绿大恶斗 加上社会家庭教育失败 让台湾的竞争力衰退 但是所谓的乱世初英雄 在基隆市连续担任28年里长的黄元良 就是一名相当善良 热心又频繁的英雄 黄元良在2018年10月14号成立竞选总部 希望在下个月的选战中 取得胜选担任基隆市议员 这28年以来 阿良对东方里的里面乡亲 我就是用专心的乎务 认真跟打招来回馈给我们东方里的乡亲 所以最后阿良 决定来参与成员 参与的原因就是要来给大家 黄元良在基隆市从法街的竞选总部 其实才十几平大 但是平常都有好几名工作人员跟义工住典 也经常有地方人士跟亲朋好友 来到这里跟黄元良加油打气 显示黄元良的高人气 尤其在竞选总部成立的这一天 虽然下着大雨 但是基隆市长候选人谢立功 基隆市议长宋伟立 跟许多市议员当地的里长都亲自来站台 替黄元良加油打气 现场的民众有将近1000人 有路过的民众还以为黄元良是要选市长 今天一看一看 大家都说什么风雨伸心心 风雨固然来 这都没错 但是刚才还有几位问我 这是要选市定吗 我们要选市定这么大 我的感觉是 大家都很真心的 这就是 我们在市议会的目标 11月24号 我们集中选票 把黄元良送进基隆市议会 这样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黄元良 倒算 黄元良 倒算 元良元良 倒算 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 有武师大鼓队 有民众热心的送上凤梨 菜头跟大蒜 希望有个好彩头 让黄元良高票当选 基隆市悉尼区的市议员 黄元良也上台致时说 他希望当选市议员之后 不仅服务东光里的里民 也能够替更多人来做事 因为助人为乐 是他做人做事最基本的道理 他们都问我说 到底穿黄衣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们说 很简单的 我洗黄暗穿黄衣要穿谁 因为阿良这边 用无动的来参戏 原因很简单 你们看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我们的政治 不成名 我们的社会不进步 我们的国家不发展 万人在打 万人都在 哪里的欧洲 你说对不对 他真的是个好人 信誉去有他 真的你们幸福了 我是外地来的 我第一次认识黄原良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不认识 但我一个人 都是带三个女儿 然后来到这边 我们树妹平生 一个里长 可以这样子对待一个外人 来到这个地区 西区 然后帮我处理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自掏腰包的 帮我处理事情 我就觉得 黄原良 所以我们一家人 对他非常的感谢 今天我们就到现场来 我再带我的学生来 来一起来声援他 请大家 记得我今天讲的一句话 你假如选对一个人 他会出来绑千千万万人 对不对 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之后 黄原良还贴心的为大家 准备了丰富的午餐 还有优美的乐团演奏 其实50岁出头的黄原良 平常就热心助人 担任里长的期间 不管社区活动 婚伤喜庆 里民的大小事 他都亲自亲为 所以真的受到 当地民众的肯定跟喜爱 这次他出马竞选基隆市议员 外界认为他胜选的机会相当大 不过黄原良还是谦虚的说 一切都还是要靠乡亲的支持 他有机会一定会做牛做马 一辈子都要为基隆的人 事物来打拼 记者陈文旭 杨静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拼